过年前的江北市民活动中心温暖满分 和往年一样早在过年前里长就开始募集各界的爱心 算一算也募了2600公斤的白米 要发送给里内的低收入户贫困家庭 算比去年少了一点 不过却是大家的爱心 另外今年寺庙也加入了爱心行列 加码送生活物资以及加勒福礼卷 最末寒冬送染了 今年的也一样 上年以来就是一直寒冬送染 这个方式做事团体从不见断 那今年是这样的惯例 而且今年又在加码 太子会的话 他有一个物资 还有一个加勒福的小红包 这个里长非常快心 就是每一年都会结合里内 十方的爱心来寒冬送暖 然后也还有公庙一起来做爱心 那希望说在这个今年 每一年到了这个年底 可以给他们的里民一点温暖 服务处的这个春联 还有这个红包袋来发放 需要让大家一起沾沾过年的喜气 寒冬送暖 我们看到江北林每年都来做爱心 那我们看到很多善心人士 都捐了好多米 来照顾我们这个礼上 比较需要关怀的民众 那我们看到每年我们谢座敏里长都很热心 都一起邀请大家一起过来响应这个活动 我想这个爱心一定要传递下去 寒冬送暖 当天市议员白佩如也准备了春联 还有红包袋大方送 议员张景豪也到场关心 并且肯定各界爱心帮助弱势 2628公斤的白米 志工们也忙着一包包的拿出来整理 已经连续好几年 都有三星人士支持做爱心 里长真的很感激 而里民也感谢这些年来大家的爱心协助 非常的感谢这些善心人士 而且我们一直一直来这样子 每次到了过节过年 都会帮助我们这些弱势族群的人 这样子让我们能够就是说 也好好的一起能够过个好年 生命年中关心里内200多户的家庭 集合大家的爱心感在过年前发放 希望让弱势家庭都能够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过好年也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这场慧玲 西纸财宝报道